我相信現在韓國瑜市長的心情一定是五味雜陳 韓市長他相信應該是心裡滿平和 去面對高雄市民原本發起的行動 但是問題是現在這個行動變得比較複雜了 為什麼 因為民進黨是動員整個力量 不光是他政黨的力量 還有政府的力量全力來進行罷免 《報章》雜誌在報導說 高鐵有加班的列車 希望多一點北漂的青年能夠回到高雄去投票 還有好多學校的學生會也發起了回鄉投票去罷免韓市長 所以我相信他現在壓力會比較大 本來我們國民黨的起承江主席要南下去陪他度過這個罷免案 但是韓市長又覺得說 如果這樣子被形成是政黨的對立對決 那一定是把這個罷免案失去了焦點 變成大家是要選國民黨還是要選民進黨 如果這樣子的政治對決對他並不有好處 我相信大家可以看得出來 這一年來高雄市幾乎沒有什麼淹水 他的下水道清理得非常好 而且高雄市他說這個人進的來或出的去 我相信這一年當中大家也可以感受到 高雄市其實各項的發展都有長足的進步 如果韓市長繼續再把他這個三年的任期來完成 我相信高雄市跟過去民進黨執政的 接近20年來相比的話 高雄市的前景會很好 所以我呼籲所有的高雄市民 不要把這次的罷免變成一個好像是政黨的對決 或是藍綠的惡鬥 一定要很理性地去思考高雄的未來 究竟韓市長繼續擔任 會給高雄市帶來什麼樣的前景 還是認為說韓市長被罷免之後 高雄市會有更好的未來嗎 我相信高雄市民心中自有一把尺 會做出最明智的抉擇